另外一個部分喔 這個我請教逸中喔 明天事實上六二一喔 這一個行政院的複議案 一方面立法院場內要對決 另外一方面場外事實上 公民團體也要對決 對 所以其實這個局勢目前已經就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幾天 其實立法院外面大家局都在那邊 可是在這之前 我想給大家先看一個那個 關於我們賴總統的那個滿意度 就是說我們先從行政來看 我們再來看立法 這個是那個凱達格蘭基金會底下的 新台灣國策智庫所做的民調 你可以看到其實賴清德雖然 人家說他是四十趴的少數總統 可是在這個民調上喔 這六月做的民調 他的滿意度是五十六 大於不滿意 這是第一個 那除了賴清德以外 我們來看行政院黨卓龍太 行政院黨卓龍太也是滿意度五十幾 然後大於不滿意 那看起來好像國人對於行政是滿意的 那可是立法的部分 因為我們提到國會改革 不好意思 本屆立委的整體滿意度啊 只有二十七趴 不滿意度今天高達將近六十趴 那為什麼呢 我們就來仔細看這三個黨的那個 不滿意跟滿意 首先我們先看民進黨 民進黨是滿意度跟不滿意 大概打平啦 這是第一個 那基本上也只有民進黨是 滿意度稍微高於不滿意度 因為我們剛剛講 第二個 國民黨滿意度三十五趴 結果不滿意度就能夠到五十七趴 國民黨算是多數黨 那另外一個最含的是這個民眾黨 滿意度三十二趴 結果不滿意度比國民黨高是六十趴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過程 就是說其實一月可以剛投完票 理論上不應該變化那麼大 可是你可以看到這幾個 從二月一號開始這個國衛的這個擴權法 一路這樣打到現在 你可以看到其實多數民眾對於 那個國民黨跟民眾黨不滿意是多 所以你看到對於國會的這個修正 就是擴權這個法案 兩個陣營來看的話 綠營四十八趴是支持的 藍白加起來好像三十六 所以其實雖然他們一直撞 就是國民黨跟民進民眾黨說 什麼六成民意支持啊什麼 因為民調是這樣 如果我只是問你說 你知不知是國衛改革 那廢話誰不支持 改革沒有人會反對 所以這個是民調上的誤差 可是細看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其實贏 揣了蛋 所以其實我們講那個清涼外面的民團 他們做了一個統計 這個什麼叫 惡人排行榜 排行榜啦 什麼叫排行榜 你國民黨不敢推這個國衛擴權 將來還要推出七個就是類似 不管是什麼不當黨產啊 然後什麼罷免 提高罷免門檻啊 然後國衛都遵守 所以這些 然後民團幫他做統計 就是說有參與提案或連署的 第一名警告孫偉第一名 就是十六次的最多是 桃園市的劉許廷 還有台中市的楊瓊英 第二名是新竹縣的林思敏十五趴 他這個表其實秀出來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第一個是 你敢你敢簽署大家就要統計 那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這些都是區域立委 區域立委代表什麼 就是說如果明年二月一號 就職榜一年要罷免的時候 提醒各位民眾 這是參考名單 參考名單 給你一個表情 那現在重點是 你知道很多要罷月園資的 會說他沒有投票權 那你就可以參考你的 其他地方的名單嘛 月園資也有替代品嘛 但重點是啊 這兩天因為大家知道 夏季天氣 就白天沿著 然後又無後雷震 所以那個人數確實沒有 五月的那一次的那個人那麼多 所以現在那個民眾黨內的 那個柯文哲的群組就開始考試 他說新聞說破十萬人 不是破一百萬嗎 百萬青鳥飛出來 然後就在那邊考試說人很少 其實我看到PDD也是一樣 就是說都有不斷的去拍那個照片 有很多網友就 小蜜蜂很認真喔 去探紙就去拍完照以後 就說現在人很少啊 什麼工作人員 記者都比人多 但重點是 我打個唱喔 因為昨天的青鳥的公民行動 事實上是週間的白日 對對對 說真的啦 正常上班族都要上班嘛 所以 所以那個時間的人 規模沒有那麼大 其實跟時間有關係 我昨天有去看那個晚上的直播 晚上有變多 其實如果你看五月的青鳥 因為五月我們有去嘛 也都是六點以後 人突然大集結 因為其實 大家都要上班 上班 你是當時大家都在那裡 所以基本上都是六點以後才是決勝 然後重點是他這一次其實 關鍵在哪一天 是在明天啊 因為那個覆益的表決是在明天 所以前面這兩天 今天跟昨天 基本上是warn up 甚至熱身 但是很多人要考試 我覺得考試也不是壞事 你就繼續考試 你明天要拚 要拚到天的時候 大家再拚 您傅坤其實說 國民黨的立委 一個人滾一百人嘛 英雄說的嘛 可能啦 用滾人的啦 你看民進黨的立委 有嚇不嚇 嚇嚇人家說 民進黨立委一個人滾一百人 民進黨這樣做就滾開了 民進黨不用出手 因為這個公民團體 其實就是自發性的 所以你一邊是 國民黨的動員的 一邊是自發 你要拚到 我覺得國民黨的 明天的事情就大掉了 那除了這個以外 還是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 雖然人數不多 但是勒頭 願意還在這邊喔 其實那個意志是很強烈 所以你覺得你要跟這些 就是民眾對抗 我覺得你自己的事要大掉 然後這個是 台灣國爬上去以後 掛這個大幹法 就是終結國眾兩黨 消滅國眾兩黨 終結國會亂象 那這個這個局 我覺得明天是大大大大對決 可是其實 也一個局 我今天要先講就是說 大家如果昨天看那個新聞 喔 兩個很怕的 這一次國會擴權 兩個最怕的 嗆卓榮太嗆到有存在嘛 這個就是傅昆琦嘛 要老人的 另外一個就是黃國昌嘛 現在重點來 黃國昌最本氣氛很壞 所以他昨天火氣很大 因為他看到那個民調 心情不好 中廣幫他做了一份民調 就是說新北市 欸黃國昌從二月一號 一路這樣子 所謂的附水 連被摸頭都笑嘻嘻的 這樣子跟到現在 好不容易出來第一份民調 結果落差 他發現他的民調 不管是跟誰對決 他都只有不超過13% 所以他昨天火氣很大 可是火氣很大 我就煩惱了 你知道為什麼 我心裡的人 我每次都在 因為我瞭解國昌的個性 他上一次在選戲子的時候 他原本不是戲子的立委嗎 他選前發現他民調不好 所以他最後怎麼樣 落跑 落跑就沒辦法算 然後他說沒有 他說有個更優秀的人 叫做賴嘉倫 就是辦公室主任 他說嘉倫比我優秀 卻有11人 嘉倫最後選出來才1萬多票 哪裡優秀 所以他的確戰這個事情 所以很多人說他叫確戰神 因為瞭解他的個性 所以我現在煩惱 你知道怎麼樣 如果到明年 清北市的那個 市長的那個選舉 後民調 黃國昌如果再拉不起來的話 對 我知道他會瞄準哪裡 他會瞄到我的家鄉 新竹市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們看這一次 高鴻安要畢業了嗎 高鴻安早就叫嚇嚇 已經沒有人在討論他 現在有人說 為什麼你們不出來罷免高鴻安 我說恨才會罷免他 但你已經超過那個恨以後 當他一個人是廢人的時候 你回去罷免一個廢人嗎 不會 因為他就要被關了 所以我們不會討論他 我現在重點是 2024的總統選舉 在新竹市 今天真的三個都 柯文哲跟賴清德 兩個都拿下34% 然後國民黨的侯友 他拿下30% 所以新竹市是一個正三角星 所以對黃國昌來講 他基本上他的基本點就是 如果以柯文哲來講 他就三個四個都要去掉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局 所以黃國昌認為 他在新北可能勝算不高 他搞不好跑去新竹勝算比較高 因為以他的個性 雖然雖然我說 應該是要往四百萬人的 那個清北市做 可是因為他的個性 就是他確戰 所以他有可能到 而且最後我現在更煩惱 是怎麼知道 有兩個極秉會在新竹市選 大清教授 不是清大教授 汪小林 有人說他是大清國的高雄 汪小林上一次在新竹市 朱立倫本來鼠疫提名 他當那個新竹市長 我覺得沒關係 我們給新竹市民選擇 上一次他民調只有六趴 所以就落差 可是這一次汪小林 你看在國會裡面 什麼地圖都拿出來 所以現在汪小林 基本上我覺得他如果代表 國民黨選 國民黨那個三十八 他也有啊 我們三十八也有啊 所以我們新竹市未來 真的是 我真的很想要回去 跟我們的稱號約講 不要再糟蹋我們新竹了 放過新竹市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各位觀眾朋友 來玩一下 5分鐘